又是放牛的一天 早上还是来放牛 在半路看到一个卖鱼的 买了软的一粮摇椅来了 差一架280 给我砍价砍成220 一口就答应了 我感觉我还买对 洗一下 在这里放牛 油上山就被试了 坐也不是 躺也没地方躺 把这个摇椅来 吃饱就睡 好长肉啊 上一个 吃完早餐 一躺 水螃蟹煮的面 永远都不合我的口味 他做的饭都适合我的口味 太多汤了 他们喜欢汤多的 我喜欢没有汤的 把面条煮足一点 我再炖一会 我喜欢吃烂一点的 还有面吗 还要不要面我吃不了这么多 喂 麻烦 今天可以 今天有蛋吃 我看 终于没有汤了 没有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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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早餐了 休息一会 牛不用管 吓我一跳 爽 这边很凉快 比空调房还凉快 这是庞爷今天新买的做鸡 这是我新买的 这是我新买的 不长肉才怪 上次我们 救的那头 小牛啊 跑了 自己跑了 估计找母牛去了 还没有待两个小只 甚至一解就跑了 连药都没来得及 就跑了 夹子已经解了 应该 没事了 他自己会找草药出来 哎呀 不然还是养几天 养两个小只就跑了 最新的就是骨饭 骨饭要吃肉 快吃肉 太大了 快吃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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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拿一只酒来 早安睡 下午睡 人睡懵的 到睡醒了 下午留下来的 5点半了 发牛的一天结束了 牛哥自己会回去 现在搞习惯了 唉 不乱跑 早上上山 下午下山 吃的是白草 喝的是山泉水 给我引包大白